为上一期视频揭晓答案 视频中的地方在东莞黄江镇黄江公园旁边 和深圳福田福星路差不多 福星路就在华强北附近应该每个背包客都去过了吧 然后就是很多人看了我的视频后 都想去香港富士大厦体验一番 那么富士大厦是用人民币还是港币 我告诉你们是港币 富士大厦有很多越南的、菲律宾的富士大厦支收港币 然后还有人问富士大厦消费贵不贵 答案是600港币 折合人民币500多 性价比还是挺不错的 好了,今天继续上干货 我建议你们点赞收藏此视频 免得以后找不到了 这一期的干货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无锁的15plus 128级的 这是全新机 对码的圆核和数据线都在 价格的话我刚问了一下是4400 大家应该都知道基础款15和15plus 和14系列一样是可以完美开卡槽的双卡双待 首先呢 这款手机颜值还挺好看的 屏幕大看着舒服 拍照的话虽然说少了一颗长焦镜头 但是对于日常使用足够了 对于喜欢大屏且对续航要求很高的 同时他也不怎么玩游戏的这样的一类人群 简直就是福音 是为他们量身定制的 我对这款手机的理解是 很多人之前说苹果极出款15跟旗舰款 Pro Max之间的差价太大 但是自己却想要一个大屏的 但是用不到Pro Max的这个强大性能 又或者说没有多的预算 那么该怎么办呢 苹果公司出现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就是这个15plus 相当于是阉割版15Pro Max 那么兄弟们 你们觉得这个15plus怎么样 是否值得购买呢 我们在评论区讨论一下